互联网世界的无限延伸成为许多大陆年轻人创业的首选 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 创业的选项也有了变化 2016年大陆经济产业报告指出 2025年大陆无人机市场总规模预计将达到750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只和台币约是3600亿 那么在四川成都就有两名年轻人专门开发 能够解决危急的无人机 现在年营业额上看千万台币 无论是送货还是喷洒农药 无人机的运用迅速蔓延大陆各个角落 怎解合时这项产业成了年轻人创业首选 目前检查来说这两个绝缘子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大概看了一下它的外面都非常光整 然后没有腐蚀的现象 透过影像转化为数据 快速分析电缆破损的程度 第一时间维修人员能精准地掌握电缆老化的程度 减少高空工作的危险性 在给电力客户测试一台电力用的无人机 因为那天是要去飞一个高压线 因为高压线它会磁场会产生磁场 然后飞机一下就掉了下来 当时飞机掉下来 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伙都坐在马路牙这边 然后大家都很惆怅 为了和市场有所区隔 杨兰找了同样也是无人机爱好者的常用 两位好哥们具有理工科系相关背景 从大学就很爱玩无人机 因此踏出校门后接下航拍工作赚资金 却没想到把唯一一架价值约台币50万能飞上高空50公尺的无人机 给摔了下来 创业过来的常常就是摔飞机一路摔过来的 但是因为有些东西你不通过摔飞机 它是不会暴露一些问题的 而有些是这个从我们创业的时候是坏事情 但是从我们如果要常远的发展的话 其实它又未必是坏事情 维基化作转机除了跟努力接CASE赚资金 也透过许多融资平台 为要找金主肯定要有吸引市场的产品 两个人开发各种独家专利 跑到深山做实验更是家常便分 如果是人比如说可能就是受了伤 然后倒在一个人难以发现的地方 如果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电子仪器 它肯定是探测不到的 在高山丛林里模拟掉落山谷的情景 眼前这台无人机功用不小 这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搜救的地面控制终端 就是我如果无人机就是探测到人过后 它就会在这个计时系统里面 把这个人给显示出来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挂这个盒子 我们就模拟着这个救援的时候 所需要的药品或者食物 只好随时携带 如手机大小的侦测面板 在距离无人机两公里的范围内 能透过温度感应生命真相 还能掌握具体位置 两公里范围内 它就能把这个数据马上提取到 并且捕捉到 然后把咱们现在的地理位置 然后发送给咱们那个搜救的人员 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佩戴者的状况 能缩短搜救的时间 虽然还在实验的阶段 却已经有金主感兴趣 让他们更有信心 继续研发各种无人机 根据2016年大陆经济产业报告 2025年大陆无人机的市场总规模将达到约新台币3600亿元 这两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正搭上无人机的前景 蓄势待发 各位观众 你所收看的是中间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最后带你快速掌握大陆的热门话题 我们首先来看大陆快递业目前很发达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大批的电动三轮车穿梭期间 但是因此衍生出不少交通问题 北京官方现在就规定 配送货品的三轮车一律要列管登记 同时车厢要统一用蓝底白字要标注快递的字样 另外上海发布了房市新政 首购标准还有首付的比例都提高了 但是仍然交不息大家买房子的热潮 一处预售屋开卖不到五个小时 300多套的房子全数卖光 还有还记得这个吗 2015年10月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 由当时的英国首相卡麦隆 带领前往去喝啤酒的这家英国酒吧 那么后来人气旺得不得了 现在传出这个酒吧已经被大陆中复集团买下来 未来还要在大陆开分店 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